有一个小绝技想施展一下 好 就是我想挑选一位家庭 然后来教他们拍照姿势 那你挑 我们都选我们 要不四号家庭吧 我爸妈 麻烦你们了 首先我想问一下 就是阿姨平时拿四斤拍照 都是怎么拍的 您可以给我们演示一下 是 他们两个来自台湾 和大陆的那些阿姨 风格还有点不一样 我看过网络我知道 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不要在观众席里面 我们找一个阿姨出来示范一下 那些经典动作 来来来 大姐 来来来 好想看这个 哇 专业的上来了 一看这是专业的 从中间来 来 你可以自由发挥一些动作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动作 好 第二个 第二个 好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叫特殊版的 好 我们来看看 诗诗给我们示范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动作 我想分享的就是比较冷酷的 就是我们首先一定要摆出 六亲不认的表情 然后当他快门321的时候 我们就抛一下 我没有称呼 阿姨要不要传心一下 那妈加油啊 不要露气啊 221 六亲不认 我情做的绝对到位啊 她不认我的时候就这个表情 6号 我请求主持人 能不能允许我 拥抱这个女孩子 我没有意见 你可以吗 谢谢 我请求你 在我的怀抱中 闭上你的眼睛 全身放松 你会感觉到一种安全 你会感觉到 好像在母亲的怀抱 下边 你直视我的双眼 我告诉你 还有一个怀抱 它非常的坚定 勇敢 它会带领你 协领你 战胜你人生中的任何阻碍 当然了 上苍呢 它是公正的 在给予你的时候呢 完了 那么你就需要记住 我说的这个 是男嘉宾傅思伟 好的 希望你呢 要记住 6号男嘉宾傅思伟 对 而且呢 多多地关注 用你的心灵去感悟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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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催眠一样 我觉得6号妈妈 刚才在说话的 那个过程当中 在我的怀抱里 让我想起我看过的瑜伽教练 呼吸 感觉已经被催眠了 记住了 6号 打奖一下主持人 我纠错 我说的不是呼吸 我让他放松 对 太过强势了 这是在给我减分啊 好 好 好 喂 孟主持人 你好 我想让我那个小余同学 朱倩接下电话 6号的 她还点名要朋友接电话 是 可能那个男孩子 也嫌弃他妈说的太多了 是 她一定看破别说破 喂 就是这个女孩子非常非常优秀 但是我应该找的是一个灵魂伴侣 至少能讲 她从事的职业应该是一个偏知性的 而这种美妆和这些东西偏过感性 就是我退出 谢谢 好的 好的 知道了 施施 你好 你好 她可能会觉得 你并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对不起 没关系 谢谢 少一个就 这个傅思维太可疑了 这身心吧 就顺其自然 傅思维的举动是愚蠢的